老夫再出十万罐,总共二十万罐,不知安康佛可敢接 有何不敢,不就二十万罐,我接了 哎呀,皮小子,你别乱来,朝堂之上赌什么赌 虽然皮小子短短几个月就积累了不少财富 但也拿不出二十万罐,而且根本没有必要赌 就算陛下迫不得已惩罚,哪怕把你的爵位给撸了又如何 只要你再立下功劳,还愁没有冠决吗 荒唐荒谬,朝堂之上对赌,自古至今闻所未闻 陛下,安康伯皮小宝,御使吴岩祖藐视朝堂,臣请陛下承见 魏大人何必动怒,我们对赌并非魏斯人 若我赢了,愿意全部捐献出来,为长安修桥铺路 安康伯这话说的大气,若是我赌赢了,也愿意全部捐献出来 为长安修桥铺路 你妈,你们愿意卷,我不愿意啊 你愿意一点好处都没有,输了还要赔掉裤子,这叫什么事 陛下,这可不是为一己谋私利,而是为长安百姓谋福利 传出去也是一桩美坛啊,史册上也多一出佳话 虽然皮小宝的胡闹有诗体统 但这却是对百姓有利的一件事,那就听从圣才吧 毫无疑问,吴岩祖是太原王家在朝堂上的代言人 那清和崔氏为何掺和了进来 李世民马上想明白了,是皮小宝的秘方 清和崔氏也对那些秘方十分垂涎 说了拿不出二十万罐,那就用秘方凑 毕竟皮小宝的哪个秘方都能带来滚滚裁员 这并不难猜,李世民能猜得到 皮小宝成咬金乃至整个朝堂上的官员都能猜得到 李世民从皮小宝的眼中看到了自信 说明皮小宝的粮食种子产量极大啊 在李世民眼中,高产的粮食种子 可比那二十万罐要有价值得多 皮小宝说的倒也没错,虽然有些胡闹 但却是为长安的百姓谋福祉 实书上倒也算是一场佳话,朕就准了 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那我老成也来凑个热闹 一万罐,我压皮小宝 这么热闹的是怎么能少了我 我也压皮小宝一万罐 我压五月十一万罐 我也压五月十一万罐 你小子怎么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呢 是啊,把田羹一下还有多难 你庄子里的羹牛不够可以去我家签了 我当时只是觉得羹田太麻烦 而且根本就没有必要 没想到这样一点小事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只能说太原王家找茬的本事还真不小 不过两位伯伯放心 我这种子名叫玉米 产量极大 即便是没有金庚细作 我也有信心能胜无言足 连仲田需要金庚细作都不知道 我们信你个鬼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这些银钱就算输了也是给长安的百姓修桥铺路 这可是极难得的大善事 平常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尼玛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嘛 吴大人做得很好 提小宝直接立下对赌 正合我意 吴大人也无需担忧 那十万贯我们王家接了 如果赢了 吴大人还会有莫大的好处 能为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 只是秋寿之后 我怕是不可能再在朝中威观了 这次封过已经将陛下惹怒 吴大人放心 家族已经答应了吴大人的联姻 令郎将会迎娶王侍女 真的 这真是太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以防人落眼的 吴大人慢走 提小宝 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踏入了陷阱 而且还自负手脚 倒是我高看了呢 换做我在现场的话 直接对赌五十万贯 那秋收之后 就能将所有的秘方都搞到手 伯爷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放心吧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安康伯爷 请留步 太原王家王胜南见过安康伯爷 我真的很喜欢伯爷的诗文了 是吗 你的演技好假 看来你都明白了 不过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的诗 你是诗仙一样的人 怎么能活在盈盈狗狗中 你的生命中应该全是风花雪月 慈父满江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其实并不喜欢作诗 何 此人倒是让人捉咕不透 脑袋上就像写着牛逼俩字一样 那就摊牌吧 你似乎对这次对赌很自信 这个结果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那倒是 我只是好奇 难道你真的觉得 你中的庄稼能比过精更细作的庄稼吗 那要不咱俩也赌一把 咱俩对赌 赌什么 就赌一百万贯怎么样 这么狠 你是认真的吗 怎么 觉得一百万贯太多 那这样吧 你赢了 我给你一百万贯 你输了 你给我做丫鬟 就当是君子之约 如何 难道你这么有信心吗 必须有 君子之约 哼 我可不是个君子 我是女孩子 况且你有一百万贯了 别忘了你还有几十万贯的对赌呢 一百万贯而已 水泥 琉璃 烈酒 都是我随随便便做出来的 可以负责任的 告诉你 区区一百万贯 我有一百个方法 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到 哇 好 牛逼 一百万贯 即便是太原王家 也不可能短时间筹出来 更不用说 在短时间内赚出来 既然你那么牛逼 能短时间赚到一百万贯 那你为什么至今 都没有一百万贯呢 难道你的世界里 就只有钱吗 我王胜南 岂会是那么庸俗的人 不过人活于是 终究离不开金钱 安康伯不求名不求利 那敢问安康伯追求什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迹绝绝 为万世开太平 真会装逼呀 未经许可在这些年代表里 博主们是15分之所以